我想在一个讲究民主人权的国家 每一个人的生命应该是没有分贵贱的 就不管你的出生背景 一条命就是一条命 可是感觉凯开这个幼小的生命 好像没有得到新北市跟台北市长的重视 反而是另外一个学校的校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这两位市长非常的重视 我不晓得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不过我请教瑞德雄 刚刚这个小玉有讲 讲完自己发脸书两天前 他说有人劝我 要等行政院卫福部先把话说清楚 再让儿福联盟好好面对争议 不要公亲变世主 这件事讲完自我认定说我是公亲 黄珊珊说发生在台北市 就是台北市的事情 所以瑞德 讲完这件事是公亲 你看他那个脸书发完 就是把责任推给行政院 推给儿福联盟 好像跟台北市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对讲完非常的难过 也非常的失望 那么身为台北市长 蒋安市长麻烦你 出来跟社会大众道一个歉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讲的那句话说 没有人可以是局外人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 可是问题是这两天 紧接而来他的表现 令我觉得非常的失望 为什么呢 因为站在台北市这个市长 或者是新北市的这个市长 或者是社会社会局 他们好像认为这件事情最应该负责任 而或是唯一应该负责任的人 叫做中央卫福部 中央卫福部要不要负责任 要负什么责任 负道义跟制度上面的责任 最上层的 但问题是卫福部有将无兵 什么意思 他是负责制定制度 制度了以后要是谁要去执行 必须有各县市 22县市的包括社会局 卫生局这些 这个第一县的人员 他们去执行 因为那么卫福部没有兵 他负责制度建立以后 让他们去执行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打疫苗好了 我可以把疫苗发给各县市 然后有一个说 你先打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嘛 但问题是 如果各县市政府呢 他在打的过程当中 他竟然有去拿去给人家打特权疫苗 那请问是卫福部 不对要负责任 还是地方政府要负责任 当然是地方政府要负责任 同样的道理 那么卫福部有他应该负的责任 但因为这件事情牵扯到两个市 那两个市的这个社会局呢 也要负他最基本的责任 为什么 他的富级在哪里 在新北市 他的外婆因为经济的关系 所以后来再加上他的母亲 已经郎当入狱的母亲 有签给俄福联盟 出养的相关的这个等于转让就对了 出养 然后呢 可是他的小朋友跟他外婆 户籍都在新北市 其实就在我住的地方树林 我讲坦白了 所以我这两天 我太太的那种愤怒 那个远超过比我还要愤怒 因为生了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非常的愤怒 她所收集到的资讯都比我还多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他是新北市社会局 然后透过每一届 新北市社会局现在两手一摊 那中央啊 为何不啊 发生事情 台北市啊 好像跟你新北市社会局 都没有关系一样 这件事情新闻 平北市好像我就已经给了 台北市了 这过都没有关系 那么要办出养 也是新北市社会局 要复得处理的事情 对 那么后来俄湖联盟 那么经过俄湖联盟是中央跟地方一起认可的 你不要一直讲说 他们一直强调这个中央 对不对 也是地方一起认可的 这个相关的负责出养 还要照顾的嘛 所以呢 每一届到 后来他们找了保姆 每一届到台北市文山区这个流姓保姆嘛 俄湖联盟当然要负大部分的责任啊 为什么 因为他之前照顾这个凯开的州姓保姆 他愿意照顾他 对 而你们俄湖联盟就有你们自己的内规 把他阻挡了 那么你们就要负全部的责任 法律没有规定只有俄湖联盟 你们一定不可以让州姓保姆这个照顾啊 是你们的内规嘛 你就要负绝对的责任 很简单啦 是你干的嘛 如果今天他给本来的州姓保姆 他就不会发生这个憾事嘛 好 那么现在发生事情 两边推啊 我告诉各位啦 尤其是两边的市政府跟社会局啊 全部推给这个所谓俄湖联盟 对不对 俄湖联盟现在是最可恶的嘛 俄湖联盟就是威福部找的嘛 各位 台北市社会局 他的官网里面就有 台北市社会局是全台湾第一个 成立所谓的儿童及少年 那么这个收出养得相关的服务中心呢 是第一个成立的 请问一下 这个字里面 你看到他们官网里面上面写的 他们是跟哪个 这个叫社福单位合作 不就俄湖联盟吗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是从2012年的6月 拿我们去买这个所谓的大乐透 精彩539的盈余分配个地方 他们率先成立的 他们也是跟俄湖联盟 俄湖联盟不是一个坏机构 而是现在我们发现 它庞大到资产高达45亿 但是它漏洞百出 没有做好它应该做的责任嘛 所以总共台湾有9个 可以负责出养的机构 它是其中一个 现在还有8个 我们必须把洞赶快补起来 所以包括这个中央政府 现在所说的那什么 六大改善的干什么 我不要再听关枪关掉 我要你们中央跟地方 能补这个漏洞嘛 还有我不懂 既然你台北市长 去参加的行政院院会 为什么现场行政院长 陈建然跟全国道歉你听不到 为什么你听不到 我不懂啊 这件事情人是发生在你台北市 就道义上的责任 先不要去讲其他的啦 道义上的责任 你台北市长不用负责任 你跟全国所有的人道个歉吗 你们确实有疏失嘛 对不对 不是像台北市一位讲的 好像你们做的 都做得非常的完美 都做得非常OK嘛 我请问一下 就在上个礼拜 台北市政府发生了 已经不可思议的事 就是这个所谓的社会局嘛 什么是 里面的女员工竟然在市政府的门口贩毒 对 贩毒 该做的事不做 去做那种违法乱级的事 还在选择在台北市政府 没口贩毒 第一时间就应该两大货免职 好像你是社会局的员工 就是社会局的员工嘛 女员工嘛 这种事如果发 这种事发生在任何现实 马上停职 马上免职 很简单 还要这个煞有介事 开一个什么会 我说你老对嘛 任何一个局处可以这样干吗 任何一个公务人员可以贩毒吗 该干的事不干 正经事不干 然后他就干这些事情 所以事实上这件事情大家都有责任 但是第一线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社工的部分 社工很辛苦 社工很非常的 这个等于说很可怜 薪水薄弱 然后事情非常多 但是社工也不容许做错一件事 所以就事论事 这个洞要赶快补起来 不是只会推卸责任 麻烦蒋万安市长 先道个歉 就至少是你道义上的责任 小玉 我请教你 俄福联盟 有人说他跟中央比较好 有人说他跟台北市比较好 我们的资料是这样子 许舒华 台北市议员 他说俄福联盟两年拿台北市 将近一亿的标案 111年 4300万 112年去年4800万 两年加起来就差不多一亿 9100万 然后呢 社会局 这个你刚刚讲过 就社会局这个整个状况 根本就在状况外 所以小玉 俄福联盟在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引起众怒 你还记得第一时间 他们几个大头出来的时候 把责任全部推给那个 陈信社工员 结果大家真的受不了了 所以这件事情 到目前为止 俄福联盟 感觉是脱不了关系 可是他的现任董事 又是立法委员 又是未还的招委 然后排案调查 你不觉得这中间 的确有瓜田里下之前吗 这不是利益回避吗 他们不是就来讲利益回避 那你本身就要利益回避 还是你要先查王玉敏 王玉敏你要先查自己呢 怎么可能 对啊 那我先分几个来讲 就是说俄福联盟看起来两年拿了近一亿元的标案 那我去查了一下台北市不是最大宗 它其实包括什么高雄新北什么都有 都有拿到标案 只是说它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之后 那明年要不要再给它续约或是怎么样的 这个标案的部分 这个要来检讨 这个要来检讨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啦 这几天大家才知道说 哇塞 俄福联盟的资产这么多 竟然是高达了这个 刚刚讲45.9亿嘛 好 那其中我们包括以这个2022年来讲 2022年喔 它的这个捐款啊 光是捐款就快5亿 它的捐款 它光拿着捐款就快5亿 那5亿当然大家好奇 就是说那你的这个 你的整分配是怎么分配吗 后来我们发现 它所有在支出在人事费的部分 2亿 就2亿 大概占不到一半 2亿占不到一半 可是一个社福机构 一年人事费2亿算蛮高的 可是 可是好 那你的人事费你要去哪里呢 因为我们就是看它的那个平均薪资嘛 它的社工平均薪资喔 觉得很不可思议喔 如果说只是一年以下的话 你的如果你的社工 你是一年以下的资历 大概给你3.4万 这个薪资 好 以出出年轻人的这个社会年轻人算OK 可是不可思议的是说 它就算你工作到10年 你有10年的资历喔 它的月薪是3.8万 不到4万块 不到4万块 这样怎么留得住人呢 对 所以就是说 我第一个要讲是说 你一年拿了 大家各界的爱心嘛 对儿福联盟我也捐过了 你一年拿快5亿 结果你的人事支出2亿 但是看起来你平均下来 你的这个社工的薪水是3.8万 而且是10年的薪水是3.8万 10年的薪水才拿3.8万 所以我们要讲说 第一个你是不是给社工的薪水 你社工的人数多 多不多 刚建平讲说25个社工 和服联盟他们目前 他们自己解释的 怎么可能 他们说25个 他一个社工平均要负责15个小孩 全不是啦 全国那么大 不可能 他们应该多起一点社工 他们没有钱 他们自己在记者会讲的 对 好那所以就是说 第一个社工薪水合不合理吗 你怎么会10年 如果我听到只有3.8万 那当然 就是难怪大家感叹这个社工 等于说是 就是你不能一直叫人家来做工 如果是25个社工 我们平均算一个社工 一个月薪水4万 我会存疑 我会存疑 一个月才100万薪水 一年才1200万 对 那所以如果说 你对基层的社工 你的薪水给的这么低的话 那你的人事费支出 为什么会高达 对啊 那你的人去哪里 当然你有给保姆 保姆补贴是另外一回事 保姆补贴是政府给的 是政府给 比如说那3万块是政府给的 对那是政府 对 那所以你的人事费 人事费支出要高达1.9亿 那这个你的人事费去哪里 等于说 那比如说像王玉民这些董事 甚至像林志佳 你这个董事长的薪水 你跟这些社工薪水 是不是要大家摊开来一起检讨 所以我是说这个标案是一回事 当然就是说 现在很多人就已经开始在 在抵制说要抵制给儿盟 那还有我听到 就是那个记者朋友 在追的一点 就是说其实他们这几年发现说 儿福联盟 他们的那个薪资 我们刚刚刚讲 不是高达45.9亿 他光是每一年靠利息 他把这些放在定存的利息 一年就可以领一亿 你什么事都不做 你什么事都不做 因为你45亿的这个资产 你放在银行 你什么事都不做 你一年就可以领一亿的薪水 领一亿的利息 利息 对 好 那等于说现在看起来 儿福联盟 他大部分都把它放在那边 资产就放在定存 让它涨利息 那你其他的支出 就都没有 所以大家会怀疑说 好那你就算一年两亿的人事费 那你剩下三亿 你用在哪里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